1943年的春天,美国空军的100轰炸大队被派往英格兰,他们将加入美国陆军第八航空队与德国作战。大队中大部分人都从未出过远门更别提成飞机了,但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汇集于此,100轰炸大队由四个中队组成,巴克少校是350中队的指挥官。当来到英国格林兰,海峡的大风就让他们陷入了困境。 飞机虽然在着陆时偏出了跑法,但很快又纠正了。 中队在南格林兰布鲁伊西休整后,他们跟着大部队来到了英格兰索普阿伯特的基地。几天后这群没有实战经验的小伙子就迎来了他们的第一项任务。 士兵们既激动又兴奋,之前他们都在美国进行过几百小时的飞行训练,相信已经准备好面对战争了。 这次轰炸任务的目标在德国布兰美,位于威西河上的U型潜艇基地,这次的任务十分重要。 最近一个月德国的U艇就击沉了美军近70艘货船,如果不能把物资从美国运到英武,他们就无法攻上欧洲大陆。 350中队由巴克少校率领位于高位,349中队由维尔少校率领位于低位。 列阵后100轰炸大队将和另外三支轰炸大队会合,共计78架重型轰炸机。 飞行员首先要注意的是海基和陆基的高射炮,他们遍布诺德奈到朗格奥格之间的群绑。 预计到时会有密集的88和105毫米高射炮从威廉岗一直延续到布兰美。 另外德军维尔茨堡的雷达系统也会追踪他们的位置,所以完成任务后必须尽快返回。 在途中高位领头的349中队维尔的轰炸机引擎就发生故障,跟不上大队的速度只能折返回基地。 很快鸡群就飞到了德国的威廉岗,迎接他们的是来自地面的高射炮弹幕。 轰炸机和战斗机不同,他们需要保持阵型不能四散躲避,所以他们这些飞行的活靶子除了祈祷不被击中没有别的办法。 而距离轰炸的潜艇基地飞行还需要11分钟。 高射炮在飞机四周爆炸弹片乱飞。 经过10分钟的痛苦煎熬他们终于平安抵达了潜艇基地的上空,但不幸的是该区域云层太厚, 指挥飞行员看不见下面两处想要轰炸的目标,毅然选择了终止这次轰炸任务。 不久地面的高射炮停止了发射,但所有人神色都凝重起来。 很快顶炮塔就示意12点高位方向出现三架德军战斗机,对方完全没有理睬领活的350中队, 飞速掠过后向着阵型最后方的349中队发起了攻击。 很快一架轰炸机在火光中向下坠去,没有一个降落伞意味着飞机里面没有活人。 随后德国战斗机采用同样的战术集中火力攻击,另一架轰炸机也被击坠。 不久349中队领头的轰炸机倒霉地被击中了机舱里的炸弹,复其后沉。 战斗机随后由朝着前方的350中队冲去,后舱机枪手发现子弹卡壳了, 旺季高空零下几十度的低温脱去手套修理,直接导致手掌被严重动伤。 在飞入英国领土后德军战斗机选择了撤离,他们这才脱离了危险。 当满是弹孔的轰炸机降落到基地令维修人员大吃一惊,这种情况没坠毁都是个奇迹。 巴克看着飞机内心久久不能平静,第一次任务他们一颗炸弹都没头就死了30个人。 1100轰炸大队第一次实战,就损失了三架重型轰炸机及上面的33位机组人员,返回基地的一些人也有不同程度的受伤。 最奇葩的就是底舱机枪手泡泡,他的臀部被严重冻伤,原因是底舱被敌军击中他吓得尿裤子了,空中零下几十度的寒风从弹孔处吹入,直接把他臀部皮肤和飞行服冻在了一起。 这种伤势基地的医务是无法治疗,只能送去伦敦的医院。 另一个是后舱机枪手小敌,由于敌军战机来袭时机枪卡克脱下手套去处理,导致双手被严重冻伤,医生认为这种伤亡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巴克也很无奈毕竟大家都是一群菜鸟新兵。 几天后的一次训练任务中,又有一架349大队的轰炸机直接坠毁在基地附近,估计是空中转弯时失速造成的。 短短不到三周100轰炸大队就损失了6架重型轰炸机,失去了66名战斗机组人员。 重型轰炸机下周才可以补充两架,但人员不足暂时没有办法。 夜晚基地98里遇到了同盟的英国空军士兵,对方表示他们只在晚上轰炸,炸到什么无所谓只要是德国的就行。 嘲讽美军的白天轰炸等于是自杀,如果不改变毫无疑问会继续遭受不幸的损失,这让刚失去同伴的美国大兵们愤愤不平。 双方来到酒吧门口单挑,一拳就把英国佬给击倒在地。 英国皇家空军和美国陆军航空队针对德国的轰炸策略大相径庭,就在于视频开头所提到的诺顿轰炸瞄准器,因为是机密哪怕同盟军也无法透露,很快100轰炸大队迎来了他们的第二次任务,这次轰炸的目标是德军位于挪威特罗赫姆的潜艇基地。 在抵达挪威近海式轰炸机就打开了头弹舱门,德军的高射炮也像烟花一样在空中不断爆弹。 其中一颗弹片击中了轰炸机的三号引擎造成严重受损,一号引擎的燃料也露得像个喷雪,只能关闭燃料输送和引擎。 很快轰炸大队就抵达了目标上后,利用诺顿轰炸瞄准器瞄准后,投弹手开始投下一枚枚炸弹。 轻空炸弹后舱门关闭,轰炸机大队开始转向网机和点规。 那架轰炸机两个引擎损坏跟不上速度只能脱离阵型,剩下唯一的引擎也不知能坚持到什么时候,为了防止在海上迫降,他们准备向德兰群岛飞行,飞到1380米躲进云层,到苏格兰后朝正南飞,这样即使到试迫降也是在陆地上。 可还没来得及行动就发现两架德军巨优88型战斗机从10点方向起来,目标就是他们这个飞行速度最慢的吊车稳。 幸好同伴掩护下惊险地将其中一架战斗机击落,另一架战斗机看敌众我寡也溜之大吉。 当看到陆地时他们减速准备迫降,却控制不好向着海岸线的山崖撞去。 飞行员死命的拉操纵杆才保持了飞机上重名的信物。 完成任务的众人在营地开始了一场自行车补赛,震丸的兴奋时突然基地响起了防空警网。 之前跟他们打架的英国皇家空军基地就在洛维奇。 阿克和约翰看着远处的战步心情十分沉重。 时间回到一天前,指挥官宣布美国陆军第八航空队将派出三支空中特遣部队组成最大战领, 总共376架重型轰炸机和240架战斗机,是迄今为止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空中舰队。 100轰炸大队所在的第一特遣队以雷根斯堡的梅三士密特109战斗机引擎组装场为目标。 第二和第三特遣部队将袭击位于士维英富特的滚珠轴城工厂。 没有滚珠轴城德军许多战争机器都无法运作,如果成功就能让德国的生产线停工数月。 这次任务在德国领土上飞行的时间很长,也是美军最深入的一次尝试。 三支特遣部队将在索普阿博茨海峡上空集结,德国空军只能对第一支特遣部队进行防御,接着就必须返回基地重新武装和加油。 这时第二和第三特遣队就对士维英富特的滚珠轴城工厂投下炸弹,而我们则对雷根斯堡投弹轰炸。 德军只能防卫其中一处因此执行和时机是关键。 当加网游的德军战机再次返回空中时已经找不到他们,因为他们已经飞往了位于非洲阿尔及利亚的第十二航空队基地。 不过坏消息是100轰炸大队在第一先遣队中处于最危险的殿后位置。 虽然众人有些抱怨但身为军人没有选择只能服从。 本次任务成功与否仰赖三支特遣部队在海峡上空的精准合作。 伊根作为大队的预备指挥飞行员会乘坐巴克的飞机,但是天有不测风云,第二天一早大雾将整个基地笼罩。 全联队暂时待命等待进一步指示,科特找到巴克。 在原本计划起飞的一小时后,指挥官收到了上级的起飞命令,不等另两支特遣部队先行出发,让他们稍后追上去。 指挥官无奈只能下令轰炸大队起飞。 直到他们飞到比利时进入德军战役区,众人才发现空中只有他们,并没看到另外两支特遣队。 本来说好规模最大的空中舰队变成了他们孤军奋战。 可华英刚落前方就出现了德军的战斗机。 第一轮攻击就让350中队损失惨诚。 科特驾驶的轰炸机左翼被击中,另两架也被击中。 罗伊所在的轰炸机引擎被毁后立即因知所有机组人员挑撒,但球形炮塔的机枪手舱门被卡住。 仅剩的领航员尝试救援却发现舱门纹丝不动。 就这样350中队的第二队型轰炸机全部遭到击落。 巴克决定让自己小队爬升高度,这样能稍微收到第418中队的保。 此时指挥部拦截到德军的电报,比利时的每个德国空军基地都已经紧急出动, 但他们距离目标点雷根斯堡还有三个多小时。 此时的比利时上空,他们遭到了大量的德军战机来击。 一架架轰炸机被击中冒烟坠火,巴克飞机中的机枪手重弹伸弱,发电机也适离了。 另一边科特的飞行系统已被催促,副驾驶迪克也重弹倒在血泊中, 无奈只好下令所有机组人员弃机跳伞,可这时副驾驶清醒了过来, 但他的情况根本无法跳伞,同伴查看后认为他不管怎样都会死。 身为驾驶员科特表示会让飞机保持水平,直到每个人都跳伞, 可就在同伴们都跳下去了。 他想要就迪克决定尝试在森林中一片草地破降, 但是飞机划过树林后静止坠毁在草地上, 直到此时指挥官才接到消息, 第二和第三特遣队刚刚才飞越海峡, 比他们所在的第一特遣队晚了整整五小时, 这个时候只能祈祷上帝保佑孤军作战的弟兄。 与此同时巴克的眼前宛如一幅地狱, 到处都是德军战斗机和几方被击落的飞机残海。 同行的预备指挥飞行员伊根发现控制胆好像被什么东西卡住了, 左舵无法控制只能控制右舵, 巴克建议用油门和方向舵的修正功能, 伊根却认为几率太小而且三号引擎也着火了, 还是气急跳伞? 经过检查他们有个油箱破损漏油, 幸运的是他们终于坚持到德军战机回去加油了。 不久后轰炸大队终于抵达了目标雷根四宝上空, 领航员用诺顿轰炸瞄准器瞄准地面的战斗机引擎组装场时, 又有两架德军战斗机袭来, 在机枪手的火力下成功将他们击录。 随后他们向着任务地点投下所有的炸弹。 任务完成后再飞往非洲的途中, 又有好几架轰炸机支持不下去从空中坠落, 虽然机组人员纷纷跳伞保命, 但他们的下场很大几率进入德军集中, 巴克的飞机佐渡问题依旧无法解决, 在飞到地中海上空后油箱只剩下不到600加路, 按照目前速度是飞不到非洲基地的, 巴克下令机组人员丢掉所有没有固定住的属性, 枪支弹药全部丢掉, 就连机密的头弹描气也一样。 最后就连底部的球形靠他一样, 不久后领航的飞机发现了前方的非洲空军基地, 将落后的飞行员们纷纷庆幸地亲吻着这片土地。 落后的巴克飞机燃油全部用紧, 引擎熄火后在空中滑翔, 并且佐渡无法控制他只能加强转弯转向跑道。 机场等待的约翰看到巴克成功抵达后终于松了一口气。 在处理完伤员后, 巴克发现他们中队21架轰炸机只有11架抵达。 在比利时跳伞的卷毛遇到了当地的游击队, 但他面临两个生死选择。 如果你现在向德国人投降, 你将成为日内瓦公约下的战俘可能在战争中幸存下来, 但如果他选择在游击队的帮助下逃回英国, 被抓到就会遭到德军处决。 由于飞机严重受损, 经过漫长的等待后, 终于等来了接他们返回的第12航空队。 镜头来到德军占领区的比利时弗兰德斯, 战争期间的勇气有很多种形式, 像威廉这样的盟军空军士兵幸运的跳伞降落到了地面, 只有一种方法来避免被俘, 那就是依靠外国友人的帮助。 几天后威廉被带到了一个餐厅, 遇到了同事350中队的贝利, 对方身边坐着一个男人, 他介绍那是炮手鲍博, 鲍博说自己是上次联合轰炸任务第二编队的, 称首发的第八航空队一定是捅了马蜂窝, 他从没见过德军如此怒气冲冲地发起猛烈攻击。 当贝利问到和威廉同队的好友娃娃脸时, 对方被单独叫到了礼物, 让他写下名字和士兵编号后, 询问起他们的任务和一些真真假假的问题, 甚至还让三人唱起了美国国歌。 回去路上队长突然问鲍博借个火, 下一秒他的手下就拔枪将他抱头。 队长向贝利和威廉解释他是个见底, 贝利惊呆了, 前面和鲍博聊了一个多小时, 怎么看都是个美国人。 身为无线电操作员的威廉从没想到自己参加战争后, 会在比利时农场过上一个月, 还多了个异国他乡的女友路易斯, 因为将两人带出去需要可信的向导, 这类人比飞机被击落活下来的空军士兵还要牺牲, 只是当他们看到向导后惊呆了, 对方竟然是个十几岁的女孩, 游击队队长介绍女孩叫密尔, 让两人完全按他说的做。 就在这时女孩突然向队长说了几句比利时语, 他随即来到威廉的身边夺过他的背包, 将里面所有物品都倒在桌子上, 从中发现张女友路易斯给他的情书。 认识到错误,威廉连忙道歉, 女孩看着他说了一句比利时语。 几人先是坐火车前往法国巴黎, 密尔警告等进站后会有许多德国人, 让两人跟着他照做。 在密尔去上厕所时, 贝利再次想起了他的好友娃娃脸, 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 威廉犹豫片刻终于坦白, 他没能把对方救出来, 舱门卡住已经拼尽全力救他了, 但最后还是把他留在了飞机。 贝利对好友的死讯悲伤但也安慰他, 如果是自己也会做出一样的选择。 就在这时感人的一幕被乘务员破坏了, 让他们出示车票并准备好拿给车站当局看的文件。 两人完全听不懂于是硬着头皮拿出文件。 乘务员一看那不是车票立即起了疑心, 幸好这时密尔回来解释同伴是聋子, 正准备出示车票时列车进站了。 威廉看到站台上一群德国士兵, 加上乘务员不断说话以为自己暴露, 突然情绪失控冲出了车厢, 可没跑多远背个女人一把揪住, 让他慢慢转过身, 然后平静地走回车厢出示他的车票。 女人把乘务员骗过后看向威廉, 原来这次逃亡的向导有一名一岸两位美女, 这位叫曼农的美女向导警告他们接下来的陆海场。 这天第八航空队的长官们期盼地望着天空, 今天这支执行轰炸任务的中队中, 格伦尚未及其机组是第一批即将达成活过25次任务这一成就的人, 所以是派对狂欢还是沉痛当面, 等看到返航的飞机就知道了, 在所有人的期盼中, 格伦的飞机划过了基地上空。 当晚基地就举行了盛大的狂欢派对, 格伦三天后就能回佛罗里达和家人团聚了, 巴克等人纷纷向他表示祝贺, 不过格伦回去还有个任务, 那就是去国内各个航空基地巡回演讲, 向他们证明25次任务其实是可以完成的, 吸引更多的有志青年参军, 但在座的飞行员却面色灰暗, 只有他们这些上过战场的才知道达成这成就的几率微乎其微, 当时一起来英国的35个机组卢金只剩下12个。 最近基地来了一批新人, 听说巴克和约翰已经完成20次左右任务了, 想从两人那得到一些建议, 巴克告诉他就五个字, 努力活下去。 约翰的差不多, 先活过11次任务再说, 之后要么击败死神, 要么被死神击败。 等对方离开后, 约翰表示这些新面孔, 如果我们牺牲他们也不会记得我们的, 仿佛我们从未存在过, 这时指挥官叼着雪茄来到了众人面前, 他明白一个人参战时间越久, 心理创伤就越大, 所以为了士兵们能做好随时上战场的准备, 在战斗间隙会尽量满足大家的需要, 啤酒香烟不限量供应, 有假期的还可以去一天行程外的伦敦逛逛, 但他想要炒掉设计这次派对背景墙的人, 弄得看起来像是坠机现场。 巴克建议约翰去伦敦度个周末假, 他发现对方最近情绪一直低落, 也许就是指挥官所说的心理创伤造成的, 约翰有些异动邀请他一起去, 巴克考虑下还是决定留下, 因为他知道英国女人对美国大兵的喜爱, 去伦敦绝对少不了艳遇, 巴克家里还有个妻子等着他回去, 所以别人都去找单身美女跳舞时, 巴克却抱着那只名叫肉丸的狗了。 约翰所不知道的是, 这句玩笑成了两人之间最后的话语, 约翰周末来到了伦敦散星, 遇到了一位金发波兰美女, 听说她是个参战多年经验丰富的飞行员后, 美女说起自己丈夫也是个飞行员, 想要做和约翰一样的王牌飞行员, 只是去年她遇到了丈夫中队的人, 说她丈夫在参军第一周飞机就被击落了, 也不知道是成了战俘还是成了马铃薯田里的飞量。 这天晚上的伦敦并不平静, 德军轰炸机发起了几轮空袭, 约翰看着窗外的防空炮, 表示自己从没当过轰炸中被动的那一方。 看到约翰沉默不语, 美女让他别想了, 德国人被轰炸是活该, 有些人认为战争和无谓的谋杀是不同的, 在他看来其实没区别。 就当约翰和美女继续缠绵时, 好友巴克已经准备出自己的第二十二次任务。 大家是否还记得他来到英国国第一次任务? 是轰炸布莱梅的德军潜艇基地, 那次由于大物无法精准轰炸, 一枚炸弹也没头就以惨败收场。 这次他们决定一雪前耻将那个基地炸得比朝天。 由于是临时任务, 巴克乘坐的飞机有个引擎还没完全修好, 修理工直接坐在起落架上进行紧急修理, 如果修不好他们只能错过这次任务了。 最后时刻修理人员终于完成任务。 巴克发动引擎起飞, 向着大部队追去。 可当执行任务的轰炸机返航时, 基地所有人都发现了不对, 派出24架只有13架返回, 就连巴克的飞机也没有回来。 返航的飞行员告诉指挥官, 敌方基地高射炮的火力密集地向一堵墙, 当时场面混乱不堪, 350中队领飞的巴克飞机率先被击落后, 他所在的整个第一梯队全面, 就连一个降落伞都没有看到。 此时伦敦的约翰和美女告别后走上大街准备买份报纸, 看到有一座民宅在昨晚的空袭中炸成了废墟, 一个母亲看着死去的孩子在失声痛恶。 他来到报摊买了一份每月先去报, 发现当天头条新闻就是第八航空队轰炸布莱美, 德国U型潜艇基地被毁弹航空队也损失了30架轰炸机。 约翰立即来到电话亭拨打了基地电话, 用暗语询问任务情况, 好友巴克牺牲的消息令约翰悲痛万分。 一个轰炸机编队遭遇上百架德军战机来袭, 所能做的也许只有垂死挣扎。 上级100轰炸大队的布莱梅任务24架, 只有13架反回已经损失惨重。 连男主巴克也瞎醒了, 而这次他们几乎全军覆没。 故事紧接上级, 得知好友巴克战死。 约翰提前结束休假返回基地, 向其他人宣布今天还有一场轰炸任务。 还记得之前晕机的领航员克罗斯吗? 他晋升为基地的机群导航员, 这才逃过了接下去的绝命任务。 这次轰炸的目标是德国明斯特的铁路调度场, 听到目标在市中心东侧众人议论纷纷, 因为这种情况很容易央集周边平民, 上校让他们不用担心。 据情报显示铁路调度场相邻居民区里主要住的是铁路工人, 就算炸到他们, 也是炸得维持德国铁路运行的人。 这次执行轰炸任务的共有三个大队, 95大队和他们一起在低位领飞, 390大队在高位, 好消息是去明斯特飞行距离很短, 坏消息是目前只能集结17架飞机, 其中有几架还是这两天临时调来的。 两天出两次任务让许多飞行员不满, 正常应该是个飞行中队轮流执行的, 这意味着战争越发激烈已经无人可用了。 克罗斯目送曾经的同伴坐上卡车前往各自的飞机, 却不知这是和他们的最后一面。 虽然这次轰炸任务飞行距离很短, 但护航的战斗机在飞过海峡就因为油量不够必须掉头回去。 与此同时有四架轰炸机因为各种机械故障终止任务, 他们大队只剩下13架轰炸机, 并因此单个速度追不上95大队, 而后方的390大队也有8公里远。 这队他们来说无疑是一个极不好的信号, 轰炸机编队只有集群才能抵抗德军战机, 他们这13架掉队的很容易成为德国鬼子的打击目标。 飞过海峡进入德国领土后, 他们就遭遇了地面密集的高射跑。 月桂号和泰米斯号直接被击录, 距离目标地点还三分钟时, 约翰飞机上的机枪手哈里半张脸炸没了, 他们的两个引擎也被炸坏了。 高射炮停止后众人变得更为紧张起来, 明白这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头弹手突然睁大双眼惊恐地看向前方, 12点方向上百架德军战斗机向着他们袭来, 很快又有一架飞机被击握, 约翰的飞机也只剩下唯一一个引擎, 此时距离投弹地点还有一分钟, 约翰打算靠那个引擎撑到头下炸弹, 可这时德军战机发起了第二轮攻击, 火箭弹和机枪令他们损失惨重, 最后那个引擎也被打坏。 约翰无奈下令把炸弹全部投下, 所有机组人员跳伞逃生, 咒伤的头弹员跳伞前还不忘让同伴开枪击毁诺顿轰炸瞄准器, 以防这个秘密武器落入德军的手里。 看到机组其他人都跳伞后, 约翰和驾驶员才跳出了机舱。 途中还差点被一架德军战斗机撞上, 约翰跳伞后降落在德国威斯特伐利亚的一个农场里, 他看到不远处有德国人, 立即把降落伞收好藏了起来。 正与几架轰炸机终于抵达目标地点, 跟随领头飞机投下了炸弹。 随着一阵高射炮过后, 他们轰炸大队只剩下八架飞机, 这时又有大量德军110型战机迎面袭来。 他们领头的轰炸机率先被击准。 另一架也在爆炸中失控撞上红伴飞机双双坠落, 机组人员连跳伞逃生的机会都没有。 经过这轮袭击后, 众人发现空中到处是被毁战机的残骸, 根本看不到其他100轰炸大队飞机的身影。 经过全飞机各处机枪手的确认后, 才明白自己已经成为了大队唯一性同的飞机。 但是危险并没有结束。 德军几架战机再次向他们这架吊队的轰炸机洗了。 所有的机枪手严正以待。 飞行员也临微不惧展现出高超的技, 不断调整飞行角度让机枪手更好的瞄准敌机设计, 终于把他们给击退了。 不久后他们的飞机降落在基地, 飞行员正是上级请教巴克和约翰如何活下去的那位行员。 坐在卡车上终于有士兵蹬不住了。 众人向指挥官汇报了今天的激烈战狂, 就连降落伞都没看到几个,可以说是几乎全军覆没了。 但是战争还在继续, 不管是幸存的那些机组人员, 还是那些在德国领土跳伞的士兵乱。 下集将继续讲述从法国逃亡的威廉一行人后续, 以及在德国跳伞的约翰所面临的困境。 约翰跳伞后降落在德国威斯特伐利亚的一个农场里, 只能偷吃农田里的卷心菜补充一些体力。 他寻着一个方向走进森林, 却遇到三个德国少年在喂养。 约翰犹豫了一会还是放下了枪, 并做出近声的手势让他们别声张。 可当他一转头南海们就用德语大声呼喊有美国人。 房屋里手持猎枪的农户们冲了出来, 向着约翰逃跑的方向追去。 约翰逃进了一片水塘试图躲开对方, 可农户们却十分谨慎, 一个进入水塘一个在岸上对他进行包夹。 约翰只露出个脑袋躲过了其中一人, 却被岸上的农户抓了个正招。 他和另几个被捕的盟军飞行员乘坐火车抵达一个小镇车站, 发现车站附近四处冒着火光, 看来是刚经过轰炸不久, 同行议员调侃夜间应该是英国皇家空军炸的, 没想到终于炸转了一次, 可渐渐几人就笑不出来了。 战争的背后不仅仅是荣耀和胜利, 更多的是牺牲和伤痛。 车站附近的铁路工人死伤惨重, 那些刚刚在轰炸中失去亲人的家属们认出他们这些俘虏是飞行员, 从一开始的怒骂到扔起了石头, 最后押送他们的德军士兵也渐渐阻止不了这群愤怒的人, 有个车站里的士兵也冲进去把他们拉开, 不许他们保护这些敌人。 约翰等人陷入了愤怒的人潮中, 把刚才死去亲人的痛苦向着他们发泄起来。 最后那个士兵开枪击杀了几个俘虏, 轮到约翰时子弹打光他才幸运地活了下来。 等约翰清醒发现自己躺在一辆马车上, 两个德国老郑准备把他们这些尸体去挖个坑满了, 尸体堆里还有个幸运而没死透, 口中不断在念着圣经, 德国人发现后直接抡起铲子将他敲晕了过去。 约翰趁着他们挖坑时, 悄悄从尸体堆里爬出来向着森林逃去, 德国老看到却根本不追, 知道他是逃不掉的。 果然没多久两个巡逻士兵就发现了伤众倒地的约翰, 他被带到了法兰克服的空军战俘转命营, 作为少校德军肯定想从约翰嘴里得到一些信息, 审讯他的卫官自称豪斯曼, 不仅言语亲切还给他道了一杯威士忌, 约翰说出了之前小镇几个同伴俘虏被杀的事, 但表示如果其他问题他只能告知姓名军衔和序列号, 不料对方直接说出了他的序列号甚至还有出生地以及所属空军编队, 就连他没结婚都知道。 约翰想起了离开美国前的一晚, 酒吧里女友梦露说起等他从英国回来就结婚, 豪斯曼知道美国人热爱棒球, 提起了上周世界大赛的纽约羊鸡队对胜路一丝红雀队比赛, 豪斯曼知道他是羊鸡队球迷后却问了个令他惊讶的问题, 巴克克莱文也是羊鸡队球迷吗? 原来巴克和他们之前轰炸雷根斯堡的事迹早就登上了各国报纸, 豪斯曼对两人早有耳闻, 看到约翰对此一言不发, 豪斯曼表示约翰身上并没有作为机组成员的记录, 因此盖世太保会说他是间谍, 俘虏还有进集中营的待遇, 间谍却是发现就地枪决, 他想要知道一些更有用的信息, 比如预计下周会有多少架替换的B17抵达他们基地。 不久约翰和其他俘虏被送上了一辆列车, 临行前还看到对面驶过一辆关着许多呼救女人的列车, 只是约翰他们也自身难保。 有个俘虏想趁机逃走被当场射杀, 把那具血淋淋的尸体也扔上了车厢。 与此同时他们的空军基地, 短短四个月三十五个机组已经有三十二个坠毁或失踪了, 他们亲眼目睹太多飞机爆炸和战友牺牲后, 剩余的一些人精神和情绪开始变得不稳定, 明斯特只是新人罗西的第三个任务, 但战况过于惨烈, 上级还是把他们送去了疗养院修者, 这里有各种体育项目和娱乐活动, 但罗西主动找到了医生, 认为这个环境对自己并没有帮助, 他想要回基地, 医生看过他的信息, 头三天就出了三次任务, 除了他那架飞机其他人基本都死光了, 让他必须待满五天才能回去。 就这样罗西享受了五天的平静时光后, 再次回到了空军基地内迎来新的任务, 出发前他一遍又一遍地检查罗西卯定号每个角落, 可在登机前心中还是犹豫起来。 镜头再次来到约翰这边, 他和其他俘虏被送到了一座集中营, 突然听到有人呼喊自己的名字, 看到同伴还活着他高兴不, 连忙询问他们巴克有没有活下来。 1943年10月17日, 约翰被关押进了德国萨当的 耐粹德国军军旗下第三战处营, 1944年初盟军反攻欧洲已经迫在眉睫, 100轰炸大队当然也参与其中, 飞往德国的任务越多意味着伤亡越多, 伤亡越多补充的新兵就越多, 基地的老兵们每人都至少失去了好几位亲密战友, 所以他们通常不想认识这些新兵, 因为知道这些人大部分都活不了太久, 何必去浪费感情呢? 但总得有人得给他们培训, 这个任务就交到了完成了24次任务的罗西手中, 他如今已不是前两级初出茅庐的新手了, 他知道虽然大部分人都无法幸存下来, 不久雷根斯堡轰炸任务跳伞到比利时的威廉和贝里, 在抵抗组织帮助下从法国活着回到了基地, 原本以为牺牲了的兄弟归队, 没有什么是比这更能给大家带来希望了。 当时军中有一条规则, 如果被击落的飞行员逃离被占领的欧洲, 该飞行员不得再飞任务, 所以两人在其他人羡慕的目光中坐上了回家的飞机。 罗西在新兵中是一个最幸运的人, 因为他是明斯特轰炸任务13架飞机中唯一活着回来的飞行员, 1944年3月6日被称为飞色星期, 这天100轰炸大队执行一次轰炸德国的任务, 他的机组轮休没有参加, 去了31架轰炸机只回来了16架, 其中有个同样已经完成24次轰炸任务的机组也没能回来, 返回的轰炸机机组人员也伤亡惨重, 虽然剧中并没有战斗画面, 但熟悉二战历史的应该知道, 那天美国第八航空队对德国首都柏林发动了二战开始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骤奸轰炸行动, 这次轰炸又是美军同类空袭中最为艰难的一次行动, 盟军和德军双方军损失惨重, 700多架轰炸机从英国基地起飞, 在美银尖机机掩护下直驱德国首都柏林, 美轰炸机群与德机在通往柏林的中途杜沫湖上空遭遇展开激战, 整个作战空域延伸近200公里, 轰炸机一边在高炮密集的火力中奋力穿起, 一边寻找原定的轰炸目标, 但是事不凑巧, 此时柏林上空被一块块浮云所遮盖, 在空中难以看清地面目标, 摆用雷达投弹但已经来不及了, 并且德军的首都周围配属大量高炮部队, 共有78个高炮连, 高炮400余门, 美轰炸机在返航途中, 再次遭到德尖机机的攻击, 最终730架轰炸机有69架未能返回英国基地, 盟军未能完成预定的作战任务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一周后基地来了个中校, 将担任100轰炸大队的临时指挥官, 他们接到新的任务轰炸德国柏林附近的一个轴城工厂, 想到一周前的惨痛经历众人有些意见, 但中校却表示他派发的任务绝对不会是自己不愿意参加的, 到时他也会担当整个编队的指挥飞行员, 此时基地只剩下15架轰炸机, 这个数字和几天前被德国人击落的一样, 罗西和他的机组第25次任务活着回来的几率并不高, 出发前他的战前发言简洁无比, 但是这次P-51野马式战斗机加入了战争, 他绝对是当时战场上最厉害的战斗机, 任务期间有野马式战斗机全程护航, 使得盟军在与德军空军的对抗中获得了制空权, 他们在途中看到前方的轰炸机编队受到大量德军战机围攻, 以前他们只能爱莫能助, 如今却能安排护航的P-51野马式战斗机前去帮忙, 在即将抵达轰炸地点时, 他们前方也迎来上百架德军战机拦截, 护航的P-51野马式战斗机加速冲上前和对方展开血战, 让对方无法靠近他们的轰炸机, 罗希完成25次任务后基地照常给他举办了庆祝国, 但却得知了一个坏消息, 从他之后轰炸任务必须完成30次任务才能回家, 本应该回家的罗希考虑了许久, 找到上级决定留下来, 因为他的那些机组人员比他少了几次, 他不想看到一个新飞行员顶替他的位置, 然后第一次任务就带着机组一起牺牲, 忠孝希望他做出决定前, 至少要基于所有已知情报来做出, 布利特将军已下令彻底改变空战策略, 反攻要等德国空军被彻底摧毁, 所以要等盟军取得全面空中优势后才会进行, 但要把敌机击落我们得让他们先起飞。 看到罗希眼中的坚持, 忠孝签署了他重新入伍的申请, 并委任他为350轰炸中队的队长, 与此同时约翰和巴克关押在德国萨当的德国空军第三战复营, 因为盟军也俘虏了他们被击落的飞行员, 可以用来互相交换, 这里虽然天寒地动但相对来说还算过得下去, 可以使用各种设施包括看书听音乐, 只是伙食全年都是马铃薯, 有的吃货想要改善伙食只能另想办法, 比如用老鼠来抓猫。 所有盟军只盼着能得到前线的好消息, 给自己希望能尽早回家。 每到晚上德军新闻播报时间, 他们都会悄悄用自制收音机探听前线战况, 但德军也常常会在这市领检彻底搜查他们的住所, 唯一了解外界消息的收音机也被没收了。 1944年3月6日他们听到了盟军轰炸柏林的爆炸声, 听起来半个德国的高射炮都在开火。 巴克认为100轰炸大队一定也参加了, 只是第一次在白天空袭德国首都一定战况激烈。 有个上厕所的飞行员被守卫开枪击中, 让约翰开始为他们的未来担忧。 他和巴克开始一边想办法再做个收音机出来, 一边谋划着如何逃出战福音。 巴克还收到国际红十字会送来的未婚妻码机信件, 希望约翰到时能当他们的伴郎。 新的收音机做好后他们再次收到了前线信息, 得知前几天柏林轰炸任务损失惨重。 3月24日夜晚战俘营响起了警报, 他们看到许多德军士兵冲出了营地。 第二天他们才知道英国人在营地北区耗时一年多挖了三条深达九米地头, 德国鬼子的地震仪都探测不到, 大带70到80人逃出去了。 说好的盟军怎么只顾自己跑了呢? 越来越多的党卫军和盖世太保高级军官知道了这次大规模逃跑事件, 估计他们这些剩余的人日子不会好过。 约翰昨晚本来打算趁着守卫离开也想逃跑, 但巴克建议他谨慎行事不要送了小名。 两天后战俘营的盟军官员在办公室集合, 被告知50名被抓回来的逃犯已被处决, 并且要清点第三战俘营里的所有犹太人战俘。 但对方却说柏林正在考虑将德国境内所有战俘营的管辖权, 从德国空军转移给党卫军和盖世太保, 大家应该都不希望看到这种结局。 在美国第八航空队从英国攻击德国的同时, 第十五航空队则从意大利发起攻击, 第九十九追击中队也参与其中, 他们被称为图斯基级飞行员, 也是美国陆军航空队第一批飞翼美国人军事飞行员, 黑人一直面临一些系统性的种族主义和偏见, 认为他们无法驾驶先进的飞机, 而且与白人士兵相比在战斗方面属于二流, 因此初期许多人不被允许直接参与战争, 而是沦为不起眼的支援举子。 塔斯基级飞行员的绰号是宏伟天使, 亚里克斯所在的第九十九追击中队已经完成了五百次任务, 但他还是想参加更激烈的战斗, 尚未告知他们即将编入三三二战斗机中队参加更深入欧洲的任务, 九十六轰炸大队预计几天后会攻击福甲, 他们将第一次在德国慕尼黑的上空执行护送任务, 原本的P-40战斗机飞不了那么高, 这次将给他们配备全新的机型P-51。 1944年6月3日克罗斯从睡梦中醒来, 这是他接下来72小时里睡的最后一分钟觉, 因为三天后是盟军的霸王行动, 霸王行动是诺曼底战役的代号, 这是盟军在二战期间成功入侵德国占领的西欧的行动。 该行动于1944年6月6日与诺曼底登陆一起启动, 在涉及5000多艘船只的两栖攻击之前, 先有1200架飞机进行空袭, 100轰炸大队的任务是在登陆艇抵达海滩前几分钟, 轰炸德国诺曼底的防御攻势, 然后在当天接下来的时间里攻击德国内陆的桥梁铁路和通讯线, 一共大约200次任务全都需要飞行计划和地图, 克罗斯通过咖啡和服药坚持了三天终于倒下, 6月6日基地新指挥官让罗西宣布本次任务, 冷昏迷的克罗斯醒来已经是6月9日了, 他从罗西的口中得知了这次任务的盛况, 盟军为了掩护登陆作战, 在海峡对岸集结了作战飞机13700架, 其中有轰炸机5800架和战斗机4900架, 与西线德国空军的力量对比为30比1, 几乎可以用遮天蔽日来形容, 诺曼底登陆后很明显的盟军必须在法国沿岸取得更多的港口设施, 在欧洲战场的最高指挥官艾森豪威尔将军, 逐一位于南法的马赛港作为此一策略的目标, 1944年8月12日亚里克斯所在的332战斗机中队将参与三天后带好龙骑兵的行动, 他们要进攻的地点有三处, 土伦、马赛和圣克罗佩, 每个都是盟军反攻部队的关键登陆点, 任务目标是干掉德军的雷达探测系统, 指挥官决定采取分阶段的激进扫射行动将其全部打掉, 有位飞行员很快就提出疑问, 往返土伦长达1524公里, 而P-51战机加满油的最大航程为1609公里, 这还是没计算空气阻力系数和额外弹药重量, 所以返航的几率并不大。 很快一架架P-51战斗机在跑道上集结, 亚里克斯小队的任务地点是土伦, 但在抛掉油箱时有架飞机出现了故障, 油箱没有正常脱落, 亚里克斯驾驶飞机在他前面示范如何扭动飞机屁, 试了几次终于将油箱成功抛下, 抵达土伦后首先迎接他们的是德军地面的防空火力强, 战斗机俯冲而下冒着火炮向岛上的维达基站发起攻击。 之前油箱没正常脱落的飞机没运当头第一个被击, 由于离地面很近连跳伞的机会都没有去牺牲。 第二轮攻击中另一个同伴也被击中腹气后尘, 亚里克斯冷静地射出火箭弹命中雷达基站, 可自己也被击中了。 亚里克斯幸运地跳伞活了下来, 但却成为了德国人的俘虏, 他的颈椎受伤无法动弹, 幸好关押的地方遇到另两个跳伞被俘虏的同伴帮忙照顾, 与此同时第三战俘引李约翰逃离心切, 但巴克建议他谨慎行事等待机会, 之前英国老耗时一年挖地道逃出去的大半人都被抓回来出去, 两人因此还起了争执打了起来。 他们从自制电台听到盟军已经反攻德国, 第三战俘引所在的位置在苏联战场的边缘, 约翰认为德国鬼子会在放他们走之前先杀了他, 还有一种可能是把他们当作筹码转移到德国内陆更深的地方, 不管如何众人决定先准备起来, 节约口粮并多锻炼恢复体格, 由于他们已经被关了八个月, 一起锻炼肌肉肯定会引起看守德军的注意, 打算采取轮流清除竖装锻炼力量。 不久战俘引迎来了一些心愿, 其中就有亚里克斯和梅肯, 两人被分配到了巴克他们的营房, 只是对于这些黑人士兵他们并不想过多交流, 被孤立的几个黑人只好自己想办法, 他们试图抢车逃走但途中加油式的难题, 亚里克斯决定先把地图画出来再说, 有天巴克看到了他绘制的逃离地图后觉得不错, 将他们也拉拢进逃亡小队, 最近战俘营的党卫军越来越多, 他们不能坐以待比。 亚里克斯却问起他们第一天来到八号营房, 为什么当时领头的巴克没有抱怨? 巴克站起正式做起自我天上, 在随后的日子里, 他们白天通过劳作锻炼体格, 晚上则进行暗杀卫兵的技巧训练, 亚里克斯也开始忙碌起来。 1945年初西线盟军突袭德国的首都柏林, 在东线的苏联已经打到澳德河附近, 而德国空军几乎陷于瘫痪状态, 原因就是之前持续不断的大规模轰炸严重阻碍了德国的燃料工艺。 正所谓乐极声碑, 罗西刚夸完自己部队, 轰炸机左翼就被地面防空炮火击中起火。 紧接着在即将抵达轰炸地点时, 一枚火箭弹又击中了左翼的一号引擎。 此时的飞机二号和四号引擎油压下降中, 三号引擎着火, 罗西立即判断飞机要坠毁了, 因为他是领航指挥官, 将指挥权转交给另一架飞机中的副指挥官后, 认为他们如果在柏林坠毁必死无疑, 打算尝试驾驶飞机前往战场另一头的苏联阵地。 途中飞机最后一个引擎也停止了工作, 罗西让其他机组人员准备跳伞, 他会尽量让飞机保持水平飞行久一些。 等同伴们全都跳伞后飞机已经失速向着地面坠去, 罗西艰难地爬到机舱门口一跃下。 他在降落伞上看到自己的飞机坠落在不远处。 等落地后罗西发现自己掉落在了苏德战场内, 他强忍着手臂的骨折逃进了一处弹坑之中。 这处战场是奥德河东岸德苏前线的中间地带, 他看到一群苏联士兵在枪杀投降的德军士兵, 这才稍微放下些心来。 罗西被苏联人救了下来, 简单处理伤势就跟随着苏军前往波兰的机场, 他将从那转机到莫斯科再回英国。 途中他们经过一处位于扎比科沃的集中营, 罗西进去查看发现里面到处是烧焦和被枪毙的士兵尸体。 房间墙壁上残留着许多用鲜血血的遗言。 苏军军官告诉他这样的集中营看到过很多, 还有比这更大的集中营, 在他们到达前里面所有人都被处死了。 这种集中营就是为了短时间大批量杀人而建的, 波兰人和苏联人主要是犹太人。 罗西抵达波兹南郊外苏联空军基地后, 等待航班时遇到个波兰老人, 他的村子被德国内粹占领后家人都被杀死填壕沟了。 另一边空军第三战服营内德国士兵半夜将所有人叫醒, 只给他们30分钟撤离时间。 巴克和约翰虽然不知道他们要去哪儿, 判断估计是盟军要打过来了。 所有被俘的盟军士兵冒着暴风雪向着西南方向步行, 第二天他们遇到一支全是老人和青年的德国军队奔赴前线, 就知道德国已经快完了。 他们在穆斯考专场停留时, 巴克打听到天亮后他们就要被押送到国出场。 巴克和约翰也不知道之后是生是死。 不久后列车抵达了纽伦堡, 但这里已经被炸成了一片残海。 他们被押送到了德国纽伦堡的第13战复印。 时间来到1945年4月2日, 由于盟军的逼近德国人再次压着他们前往背清, 约翰打听到明天他们就要跨过多脑了, 和太宽过去就回不来了。 这时天空飞来一架P51战机, 对着下面的人群就是一阵子风所射, 夜间哪里分得清楚是不是德国人, 运气不好的就这样被自家飞机干掉了。 约翰向着德国军官抗议, 巴克把他拦下说今晚他们就逃走, 不要节外生枝了。 不久他们抵达了一个废弃的小镇, 亚历克斯的地图显示西北方向几公里处应该有森林, 于是几人准备趁乱翻过围墙逃去森林拧闭起来。 最后轮到巴克和约翰两人时, 一个德国士兵发现了他们。 约翰阻挡住那名士兵才给了巴克逃生的机会, 可他自己也被赶来的士兵抓住。 正常这样的情况他没有活下去的可能, 战俘营军衔最高的军官以他是高级军官, 如果被杀一定会引起战俘营暴乱为由才把他保下。 巴克等三人成功逃到了树林中, 可同伴在方便的时候, 被一个孩子用刺刀刺中胸口。 巴克察觉后将其打倒在地, 看到对方稚嫩的面孔实在下不去手。 他们放过了那两个孩子, 但同伴却死在了异国他乡。 巴克这才发现抢来的枪里根本没有子弹, 看来德军已经弹尽两绝了。 另一边罗希经过数次转机终于返回了英国基地, 他和克罗斯在聊到战争时, 对方说起他觉得自己已经变了, 并说起大学时读到的一句尼采名言。 看到过集中营的那些惨无人道的场景后, 他觉得德国内粹是活该。 另一边约翰等人又被压到了一个战俘营, 不久后一架B-51出现在天空之中, 不断俯冲朝着营地瞭望塔扫射。 约翰刚高呼着终于要回家了, 下一秒瞭望塔的机枪就开始朝着他们扫射起来。 远处一排美军坦克向着战俘营驶来, 守卫的德军一边要抵御美军坦克, 一边又要看守人数众多的战俘, 兵力很快就捉襟箭肘起来。 约翰带着一面美国国企爬上了旗杆, 将内粹旗帜撕下后换上。 另一边巴克遇到美军后先一步返回了基地, 他回去后第一次出的任务竟然名为吃货行动, 原来荷兰已经闹起了饥荒, 盟军准备向德海西边和西南边空投大量食物, 巴克和罗西坐上了同一架轰炸机的驾驶舱, 还记得罗西第一次来到基地, 心怀忐忑地向巴克请教如何才能活着完成15次任务吗? 1945年5月1日的荷兰上空, 虽然这时德军还没有签下停火协议, 但面对空投物资的飞机还是选择了无事。 荷兰人在花田中还摆出了感谢的字样, 等巴克回到基地, 就遇到了来迎接的老友约翰。 不久后德国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 回家前一晚众人在基地里放起了烟花庆祝。 这就算了。 这就算了。 准备回到家。 准备回家了吗? 这就算了。 我们是很好的男人在学校。 我们是个人的这些人。